盐质文化是客家菜的重要精髓 所以发展出干泡盐酱的各种客家美食独特风味 进而呈现有不一样的口感好滋味 而在不少的场合当中 都能看到玉里客家妈妈自制的烟萝卜 黄美云大姐的烟萝卜大受好评 80几岁的她大方分享她的食谱 桌上满满的一罐的烟萝卜 要买也买不到 不到一个小时就送出去了 这是玉里有名的黄美云大姐 所制作的客家烟萝卜 浓浓的客家好味道 而这一次透过客家文化艺术节当中 把自己的烟萝卜食谱分享出来 制作了400多罐的烟萝卜 通通也都送出去 一斤 萝卜切好了以后 用半斤的盐去烟 烟又一直欢 然后两个钟头以后 就把那个酥压掉 压也要一直关 然后关了两个半钟头 腌制文化是客家菜很重要的精髓 所以发展出干 泡 烟 酱的各种客家美食独特的风味 进而呈现有不一样口感的好滋味 而在不少的场合当中 都能够看到玉里客家妈妈自制的烟萝卜 黄美云大姐的烟萝卜大受好评 80几岁的她大方分享她的食谱 玉里正名代表吴新闻表示 非常的感谢黄美云大姐 无私地把食谱分享给所有人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 视频感谢黄美云大学